英明三合 刘德卡拉是古印度佛教思想的一支重要学派 其哲学体系是由巨社成为时等子派构成的 英明学派的中心理论是一心多观 唯一是三性 英明学派认为一切有违法都是心所造 没有任何的外在实在 包括人的身体 物理世界空间时间等都是心所构造的幻想 并且人的经验也只是对心中独立存在的精神对象的主观认识 英明学派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佛教的各个领域 创始人种法师的成为世论成为佛教经典之一 对后世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思想对印度哲学 中国佛教思想 尤其是唐代禅宗等有着广泛影响 英明和逻辑在古印度哲学中是密切相关的 英明是一种由佛教所发展的推理方法 用于证明道理的正确性和真实性 逻辑则是研究推理的规则和原则的学科 在古印度哲学中 英明和逻辑被视为互相支持的学科 英明理论是建立在逻辑学基础上的 同时逻辑学也为英明提供了方法论和道具 英明理论包含了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分析 通过观察和分析各种现象和教育 进行逻辑分析 推导出真实的知识 逻辑学则研究了逻辑推理的规则 为英明的应用提供了基本的规范 因此在古印度哲学中 英明和逻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以说英明和逻辑的结合 在推动古印度哲学的发展和研究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后一谈取到问题 最后一谈取曝尽用详研究 CES 欢迎订阅 最后一谈取成Вот